就看到那個有冒黑煙跟白煙 那你在這邊住多久 有過這種情形嗎 有大概在這裡 也有25人沒有遇過說 這麼重大的通知 那到底發生什麼情形 我們不知道 那就洪洪丘啊 剛才要復仇啊 因為我在這裡住了很多年 我沒穿過這種情形 我幾天啊 我在這裡住了二、三十年啊 還不用這樣 他等一下插到 有把花看一看要走嗎 不會 會把鞋子插起來 因為等不住了 好… 很保險啊 那就很適合啊 那有反應說還會等會 我們很怕幫鞋子 因為我們頭髮這裡很多人啊 大家都也把鞋子插起來了 對啊 還會有情形啊 那有說經過多久的發生這種情形嗎 沒有耶 因為大家發生的時候 就秋季的檢訊就能去賣了 那也不知道什麼事情啊 那是買去有人來 來…說不知道做一個變成沾 發生事故 電三水還送到回來啦 對 那有人還會保持嗎 會怕啊 那你這裡怎麼會放電 是嗎 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都在看煙聰 但是我們…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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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的… 那裡的食物好像… 氣體到進步了好不好 就釋放了 那裡的三五元啊 對 有八元 還有一天五元 一天五元喔 對… 那時事很久都沒停了 多久啊 喔 差不多幾點鐘喔 幾點鐘有了 看什麼台東有跟你們說什麼 也沒有啊 也沒有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什麼狀況嘛 我們在這裡坐那看 那兩天煙囪有沒有 都會在清煙啦 那他的烙營哪有進去 像冰陽市那裡的地方都... 也不會啊 冰陽市那裡是可能送一個就沒有了 沒有錢就持續那麼久了 有一點多少錢 喔 比較多喔 那有什麼聲音的聲音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現在現場也是都... 這種聲音 但是2.37的時候是最恐怖 讓聲音... 讓你感到聲音載不得了 那個音很大聲的聲音 有夠大聲 有夠大聲 這是電網的故障 所以導致新達發電廠有四部機組跳機 因為電網為了要保護 我們的發現機組的安全 當它的頻率啊 低於... 59.37Hz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操縱 所以今天保護線路發揮了功能 新達電廠四部機組跳跳 那造成電網裡面的這個... 一些... 衝擊 因此我們就有副分的移行業 首先要強調就是 今天電源是夠的 因為我們今天有做好充足典費 在正常情形下 我們今天的... 背腿容量應該只有10% 那麼... 外面有人謠傳說 今天是不是電力不夠 還有人在謠傳說 晚上太陽光電下去了以後 會不會造成什麼不良的影響 還有人說看到 新達電廠是不是有冒煙 我們求證一下 新達電廠冒煙 那是水蒸氣 所以... 太陽光電沒有了 或是電廠有冒煙 這個都不是確實的 查證過了 那今天確定的是一個電網的故障 不是電源單的故障 那既然新達電廠有部分機組跳脫 而且有造成電網的故障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啟動 分區輪流停電 我們第一輪停電的時間 是從15點到15點50 大概會有200萬戶 第二輪呢 是從15點50到16點40 大約是有220... 193萬戶 第三輪是從16點40到17點30 大概會有224萬戶 那目前整個系統在搶救狀況 第二輪的機組也陸續的加入運軟 我們是希望能夠盡快地恢復全面的供電正常 這是今天的一個事故的 大概跟各位說的一個報告 以上 我們目前是暫時排到... 分區輪流停電是排到5點半 我們是希望能夠盡速能夠恢復供電 我們也希望能夠盡量地把負草都排除掉 緊到這個部分 您是大的區域叫做公司嗎 我們是... 剛才公司我有報告過了 第一輪停電是大約影響200萬戶 第二輪大概是193萬戶 第三輪是220萬戶 那它的區域齁齁是... 所以昨天是220號是前台影響哪裏 分補這樣 我們...大概我們電號是... 那跟西組跟低組的會員 就是這個運電 哪個的部隊 目前國衛園區... 呃...看起來供電都還正常 沒有接到那個... 供電有問題的報告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有一定的狀況出現了嗎 我們再請他講究說 希望盡快能夠恢復運電 保護下一代有一個健康的環境 假設這個不能發 那確實如果用鎂來發 那鎂會增加到500萬噸的這個... 500萬噸的這個鎂啦 這樣的雨帶威脅 不但傷害中部人的情感 同時也製造其他各區的民眾 跟中部人的對立跟衝突 前經濟部長沈榮晶也說 到2030年前台灣都供電穩定 那之前是在呼嚷我們什麼啊 你說到2030都不缺電 請問你們以前是都在騙我們是不是 現在才2021耶 好你不過你繼續蓋 蓋完之後你還會要增減 因為你的燃氣現在看起來 就到50 對就到50 他恐嚇你 你不讓我蓋你就缺電 對 OK 那我說我讓你蓋你有缺電 我就說你缺電 你要是說我不對 你把那個報告拿出來 短話 假設你 自己身體 指定 藻礁公投的過關與不過關 會影響台灣能源用電的狀況嗎 我們來到新竹青大 訪問原子科學院院長李敏 專長也是電廠安全 他殘酷地說出真相 我認為台灣電力系統的危機 在明年 後年你會看到 看到怎樣 又來全台大田電 缺電限電 道部完全是因為 掃礁公投的問題 而使他認為 政府計畫的能源政策 早就跳票 根據能源局歷年公開的 全國電力供需資源報告 用電量年年都在增加 工業部門用電占全國一半以上 家庭用電和服務業各不到20% 農業僅1% 運輸業1% 大家最有感的空屋來源 火力燃煤108年占發電81.4% 109年更高來到82.2% 而原本計畫是 108年只要46%已經跳票 109年還要降到45% 但肯定達不到 再生能源占比編列 108年7%已經跳票 109年的9%也肯定達不到 教授說因為實際只有5%點多 那麼4%的缺口哪來 恐怕會是全國蓄蓋太陽能板 和建風力發電機組 我們一起見證的一個事實 就是台灣不缺電 完全不實際 政策目標在2025年要達到 再生能源20% 火力燃煤降到27% 燃氣占比50% 其他能源發電3% 現在看來恐怕要破工 天然氣最大最大最大的問題 運輸儲存不方便 價格不穩定 你一個國家的能源 如果你把它擺到40% 50% 你一定是自己產天然氣 但台灣沒有產 沒有 台灣沒有產 台灣不但不產 我像德國的話 我還建條管子過來 台灣連管子都沒辦法接 台灣有辦法接 台灣有能力接 跟大陸接 最近 最近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自己不產天然氣 而把天然氣的占比 拉到30%以上 現在我們已經是 將近40%了 我們現在燃氣33% 去年實際用35% 林英109年7、8月 能源局就要公布 全國的電力供需報告 至今已過8個月還沒出來 109年要到9% OK 我們看它到多少 百分之 百分之 這邊你看 發電量 燃氣只有 只有5.4% 他說要到9% 實際上只到了5.4% 是 然後它今年要到12%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對 OK 所以它連這樣一個報告 我認為它寫不出來 蔡政府上台以來 刪減掉國民黨時期的 九成的區域 縮小到剩十分之一 而且盡全力保護藻礁 我們也一定要維護穩定供電 畢竟供電是民生生活 所最必要也是相關產業發展所分秒不可以斷 騙人 騙人 它現在是減少 等到它將來 用氣量變大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擴建 那電費喔 看天 看老天爺 今天假設市場漲你就漲 市場跌了你就跌 我天然氣全部靠進口 我老公根本不要打你 我老公只要在那邊講一句話 我最近不爽 不保證要船的安全 我只要講這句話 那台灣會講 你敢打你試試看 我講船會不會來 不會來了 總統你沒有核電 你還能不缺電嗎 對 殘酷的真相 政府沒有說的 能源問題應該要務實面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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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